台大城鄉所的碩士生 我每天念書都很累 然後每個禮拜都很多書要念 然後意外就是在研究室的時候 一直看書覺得很無聊 然後我就拿起吉他 遇到旁邊的齊凱 他會長號然後我們就搭起來 齊凱 所以完全是因為同學的關係 所以組合成這樣的樂器團體 非常特別 還有一位朋友呢 他叫做紅象 紅象怎麼遇到的呢? 然後第一首可能是華語的歌曲 是我們自己寫的歌 創作歌 對對對 叫做天文學家 天文學家雲慶以及兩位朋友 來自我們的城鄉放送局 掌聲一起來歡迎 掌聲歡迎他們 一顆星星 一顆星星 曾經 要我 想要我 成為天文學家 為他命名 有一顆星星曾經要我成為電文學家 為他命令 真是太虛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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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萬學家 為他秘密 真是太虛擁了 真是太虛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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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我將他 品味最暗的心底 最暗的心底 作詞・作曲 李宗盛 作詞・作曲 李宗盛 好 謝謝大家 大家好 我們是陳江胖 做美的 第二天要來唱這個台語歌 台語歌 我們待會要唱的是我們自己 我們自己的創作 那話不多說 我們就來分享這首歌 是由我們自己所寫的 寧望1935 好 歡迎今天我們大家來到這個 封封尚橋的現場 今天要告訴大家什麼樣的故事呢 要告訴大家這個六江的故事 在這1935年的時候 六江有這棟真漂亮的宿起好 這個金文堂 那時候有一個 一位對兄弟 想說要僵中在老婆的市民 去一棟真漂亮的這個老婆村 這金文堂是在發生什麼事情呢 這幾年的時候 金文堂嚇得要讓他聽起來了 那時候有這棟六江的少年人 是沒有自己的開発 沒有自己的理想 去保存這棟重要的文化主宰 到底事情的 怎麼會發生呢 我們就要聽到這個 封封 鄉桑桑桑 叫給大家 鄉桑桑桑 囉囉囉囉 ordnung好像紅毛 曾經baredoing data 思念 一樣 唯中聲 想要about 替華人 平安 那太雨了 紋尾 中午 打領親孝的靈魂 無關誰人來當地 為了心外他坐靠好自己 自己的家鄉 自己來建設 不敢開他沒老 是去他面會跪去 讓我想不去 當初我們把來後會跪掉 不絕對善恨 一旦在路裡 愛看友好會驚人 五天起床你的金婚條 唯著是家中的無情 歌的歌曲 噢 無論看著龍江驕傲的記憶 龍山巡山也走近 哪還有龍江的影響跳 哪是這些龍馬騎 哪也不會去 lunch 創的名詞 哪還在旁遊 我和你一旦 我和你 我和你一旦 我和你一旦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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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